詞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他们是如何走上这条成功之路的 中央广播电台为您制播 心得群像节目 带领您与台湾新内阁精英 进行深度对话 共享他们的人生经验 今天在节目当中的第一集 我们非常非常荣幸 为您邀请到的特别来宾 是我中华民国最高行政首长 行政院院长游锡坤 游院长 院长你好 主持人好 跟我们听众朋友问说好吧 全世界的听众朋友相亲父老 大家好 全世界的听众朋友跟我一样 等了好久好久的一段时间 终于等到您了 今天非常荣幸邀请您到我们的 录音间的现场跟所有的听众朋友 跟全世界的听众朋友 聊聊天 不过想先关心院长 这个从2月1号上任到今天 都好满两个月了 这两个月来心情如何呢 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聊聊天 感到非常高兴 那这两个月好像一晃即过 这个时间做得很快 如果说感想 一方面当然可以做很多事情 我自己自许自己为做事的人 谁能够做事就觉得很高兴 我太太一直讲说我有工作况 那第二点也感到责任很重 所以跟时间赛跑 就会很怕说做不好 辜负大家的期待 所以一方面努力做事 一方面跟时间赛跑 希望说把这个责任 富起来不要辜负大家的期待 您太太一直说您是工作狂 今天我们来请您夫人 一块来到节目当中 给您聊聊的 很可惜她都没有来 为什么 因为她就是比较不喜欢曝光 不过从3月8号那天 您送给她一束花 我们从媒体上听到 夫人那样幸福的笑声 真是让人羡慕 记不记得那一束花 送给夫人的时候 上面写什么在 我不记得了 不记得写什么 我夫人非常讶异 认为说这绝对不会是你写的 因为你说太太我爱你 是不是你写的 是没有人也可能帮我准备 那平常你怎么跟你太太说 从来不说了 很少吧 因为我是比较老实 所以我太太说 我是一个没有情趣的人 没有情趣的人 真是为难 请跟你说一句什么 因为要选省医员 就要有很多活动 拜访交朋友 那她就知道 知道以后 因为我妈妈她也是 这个很讲究 就是策略 就是说觉得说不能一味的阻止 所以她就在 就是说不断的会 旁敲侧击 希望说 不要去做政治这条路 尤其他一直讲说 孩子有平坑 无垂 就是说你多听不要讲话 因为欧巴的阴影嘛 哦 后来她就讲说 哎 孙仙医员 天上要一条线的 你说要选省一点 就是天上的一颗心啦 你有吗 她就用这样 今天当选了 当这个担任了行政院的院长 母亲怎么说 这颗心在挂在天空 而且闪亮 嗯 我 我 即使 就是说她不会料到 当然我不料到 事实上 我自己的志向很小 没有想到说有一天 我要当院长 嗯哼 是 真的没有想到 但是这颗心其实就挂在天空 不断的闪亮 我们 为什么母亲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当然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头 那样的一个环境里头 那样的一个生长的背景里头 可能是谁都没有料到的 好 我们回到您的童年生活 回到您生长的地方吧 宜兰 这个地方 古时候有所谓的这个 别外天 别有天之称 对不对 宜兰这个地方是您最熟悉的地方 介绍 告诉我们 宜兰是三面环山 一面临太平洋 所以过去 在两百年前有一个诗言 也是 就是 台湾知府 他曾经讲说 宜兰这个地方就是 碧山变海 四红开 百里平原石壮灾 他这句话就已经可以了解说 宜兰这个地方 是全雄壮的 然后非常漂亮的地方 那在那边 以现在来看 就是说青山与水 那这个 人民非常的淳朴 那我是住在东山 一个很乡下的地方 那附近是靠近山的 非常乡下 以前连这个要到街上 那时候没有脚踏车 要走路的 要走蛮久的 那上学更不用谈了 那后来我初中练宜中的时候 就是要走 差不多走 将近半个小时 二十几分钟到车站 坐火车 坐很久 才到宜中去练书 这是比较乡下的地方 所以您当公布您成为这个初面组阁的时候 很多的标题都是 蓝羊之子出头天 还是田庄英娜 还听出这个蓝羊的传奇 您是农村乡下长大的孩子 不只是农村乡下长大 事实上我种田 可以说种到二十三岁 是真的当农夫 真的哦 因为当 现在大家讲说当农夫 当然有很多种当法 就是同样一个工作 做一个工作 他投入跟不投入就差很多 那时候我是真的是日以继月 就是当农夫 就是在田里面耕田 没有练书 这样 这个包括这个农夫的十八般武艺啊 农夫最最困难的大概就叠草堆 把很多的草要叠成一堆啊 就是那个草 还有就是插秧的技术也比较高 但是像这些啊 都会 从几岁就开始下田工作 我差不多十四岁就开始下田 当然如果说除草啦 三餐好 差不多八餐好 这个大概董事以后就要做啦 就要做 那时候甚至练宜中的时候 要坐七点零五分的火车 那我要六点三十五分要离开家 那六点三十五分之前就五点就去除草 到田里面除草 那除草 然后这个再赶六点三十五分这个除草 去做火车 为什么这么辛苦呢 您父亲很早就过世了是不是 对父亲还有印象吗 有啦 因为我父亲在十三岁的时候他才过世 不过那时候的农村子弟也不是我特殊 就是大家世上都是一般一般都是会 要帮忙农事 他朋友帮忙农事啊 那时候要挑水 早上一定要说 不挑水没有水喝啊 然后一定要这个帮忙撒扫田园 就是这个屋里面一定要扫一次 还有爸要背弟弟妹妹 还要挂底菜因为养猪 那时候工作很多啊 还要帮忙煮饭 您是老大现在家中长子 那时候工作很多 因为爸爸妈妈一定都在田里面 那家里的事情大大小小的要做 还要引操音 因为那没有瓦斯 所以你没有操音就是没有办法煮饭 就是把稻草 把稻草 轴一轴 然后绑一绑 可以到这个煮饭 烧稻草 所以固定的工作 小孩子那时候 我看从董事 上小学 之前后就要开始挑水 每天一定要挑水 每天一定要引操音 每天一定要挂底菜 每天一定要避小孩 固定的工作 还有一天要扫地 他固定的工作 对我来讲好遥远啊 固定 那是固定的工作 每天要怎么 那还要读书 对 其实常常在讲到 这个院长 您跟一条牛的故事 这故事很感荣 你为什么跟牛 之前不吃牛肉嘛 对不对 我不吃牛肉 因为那个牛跟我一起长大 从小 还要牵 每天都要牵牛 早上去喝一次水 晚上要去喝一次水 有时候要 像龙弦 这个是龙板 龙弦 还要拿稻草去给它吃 那这个龙弦的时候 所以我一段时间啊 我差不多五年没有练书 就是不上学 五年 就人生的练书的黄金时代 我有五年是在田里练 那龙弦 龙磅的时候当然在田里练 龙弦的时候 就陪着那一条牛 到山上去吃草 那我就往往坐在牛背上 那边这个 红楼木 三个演义 在那边牛背上 所以我们乡下人到现在 还有人经常在谈说 骑着牛在牛背上看的时候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那个 基本上那时候的工作 差不多是这样 那只要他 那时候的龙家 只要他的稻田 我那时候种差不多两甲半 主要有养牛 有稻田那么多的话 基本上孩子的生活 都是也太多了 并没有比较很好说 是 郭院长 有这样的一段 技术零儿 幼年儿时的这个过程 我常常也念过我的孩子听 他这样说的 14岁的时候 父亲过世 留下了一身债务 15岁不得不结束学业 回家种田 都 我一定要读书 院长 那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年代 什么样的环境 而您是 又怎么样经历过来的 嗯 嗯 我看 那时候应该有很多人的钱 嗯 你也是这样子 家庭的生活 非常的 平衡 嗯 可是一般人 在那样的平衡的生活环境里 可能 走不过来 您是怎么走过来的 嗯 我 我妈妈的帮忙 很关键 我妈妈 谈谈母亲好吗 嗯 嗯 嗯 母亲在那个时候 嗯 带领着你 一路走过来 所以 今天 嗯 当上了这个行乐院长的时候 最想跟妈妈说什么话 那 那时候 因为农家 他基本上 宜然是一个一定社会 会互相帮助 所以 除了妈妈族 就是左右灵气 大家 哎 通过修痒 修绑绑 所以 我对 这个 那时候 很多灵气 都非常感激 嗯 是 童年时候 贫困的这种阴影 之间还存在你心中 嗯 嗯 没有 可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当中 我觉得更淬炼出 您的这样的意志力 对不对 好 在过去的很多很多的这个 无论 呃 做在哪一个职位上的经历来讲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宜然人的那种 拼斗的精神 记不记得 宜然人喝酒的时候 最常讲的那句话是什么 啊 有见习不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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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翻成国语是 有 就是 呃 就是要 暂时沙场 要暂时沙场 要暂时沙场 就是 喝酒的时候啊 所以也没有关系 但是不能投降 不能投降 这应用到每一件事情 是不是都是这样子 嗯 大概 有吧 你觉得呢 在你的这个过程当中 哪一个经历 让你面临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 您鼓起这样的一个 勇气 这样的说 有战子绝对不会投降 嗯 在哪里 嗯 我看 很多事情 这个处理很多事情啊 就是到最后 嗯 都是觉得说 事情 碰到很大的困难的时候 那就觉得说 这个是在挑战自我 就是自我挑战 我一定要想办法去克服 所以 啊 这种挑战也是充实自己 提升自己的一个机会 我往往碰到事情 都是这样想 说 这么困难 这个就是要 嗯 让我再遭受这样的挑战 我一定要去克服 对 您的这个 好多的挑战 面临在你面前啊 比如说从 就学这一部分 来说的话 您看看 读了十三年啊 这个 到 嗯 三十八岁的时候 才从大学毕业 然后中间 刚刚你提到了 中秋五年 五年没有书读啊 然后中间还读过高职 还读过大学以后 又被退学 然后 这样子一路走下来 这一段求学的经验 很难有人可以体会 您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 对 有五年是都在 啊 田里面 那家里没有什么书啦 因为都大水 台风来 房子也倒了 什么书都 那找一本书都找不到 那当然 那时候如果有机会 就跑到罗东 就乞讨到这个罗东 去买书 那时候买的书 那就是 一些章回小说 这个 这个 山鬼演义啊 或者一些 隋唐演义啊 什么薛滇商啊 什么薛人鬼那些 喜欢看历史 不是 那后来 虽然有练书 但是 都是白天工作 晚上练书 包括高职 包括 我自己上转 这个 练厄联制的 练三年 后来在中兴大学也是这样 所以一直到 当省医院的时候啊 因为省医院的时间 比较有弹性 然后他中午啊 可以到三点才上课 所以十二点到三点 尤其 因为大家知道 议会都不会只是开会 所以这个中午 中午就可以去修课 还有就是说 礼拜一的早上没有开会 那还有 在执行的时候 不必开会 他就是有大会 有宴会 有委员会 才要开 那有很多时间是在 是不免执行 或总执行 没有参加执行 就像现在立法院 没有参加执行 就不一定要在议场 所以因为这样 我可以到白天 可以去练智健部 所以 从高中 这个 专科 一直到中央大学 都是练智健部 最后一个学历 就是东海大学 是练智健部 所以 包括自健部 事实上也都是办公办公 因为当省议员 还要回去选学 去服务 整个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是觉得是比较辛苦 就是说 没有好好赚信息练书 要办公办公 当然这样书不一定念的好 这个是有点 终于拿到了这个大学毕业证数 而且在38岁 那个时候一个省议员 一个民意代表 还要去上学 你同学怎么看你啊 嗯 同学当然 这个 我那时候是尽量 是希望说 到学校 就是一个学生 就不要被看得住这件屋 尽量这样 降低 所以都也是 就是 在我的感觉 我是尽量跟他们 这个 有机会的话 当然我时间比较少相处 那有机会 就跟他们 就 大家在一起 那我不知道 我做的成功不成功 不过这样的求学 是我后来觉得说 好像我加起来 我修的学分 有200多个学分 差不多有 这样应该是 240个 240个学分 所以 就13年 因为专科嘛 专科就有90个学分 中西大学修了38个学分 那在 东海就修了 这个中间有底 几个学分 加起来有240以上 那可以说 政治系啦 国际贸易啦 还有这个 经济学啦 什么 就对我现在 虽然修的不一定 全部记得 那对我现在实证 后来问证 都是帮助很大的 所以 13年 我后来觉得 这个并没有浪费掉 真的真的非常幸福 不过从这个 学历的求学过程当中 坎坷相对于您的 这个政治路上来讲 其实是蛮胜利的 当年刚刚提到说 为什么去从政母亲给你这样的一句话 但是 告诉我们 您为什么会从政 尤其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 您最后还是要去选省议员 而且还进入的 跟随着郭雨昕先生 走上了这个明珠之路 我也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对政治有兴趣 事实上就很小 那时候 我家里都没有这方面的机会 那 我后来当然 比较大以后 就对郭雨昕先生 是有崇拜 就是 我记得 练初中的时候 就开始说 好像有这个郭雨昕这样一号的 然后从同学的 因为同学他家里 他爸爸在帮忙郭雨昕先生祖先 所以他从口中里面讲 都才开始知道说有这个 但后来到比较大一点 那报纸看了以后 只知道说他刚正不阿 省医会五虎将 还有他追求民主 这个 尤其对这个地方建设 对民主运动 就是说对追求民主的之后面 他永远崇高的地位 所以就对他很洁平 也许是郭先生对我 郭先生当然对我很有影响 我实际上我不是很了解 但是我没有讲 但是我会被政治的心情 我不是很了解 至今还是不知道 因为我家里都没有 这个人 不过一路走来 这个始终如一 这个 小时候是有较夹薄 比较劲婆一点 比较关心 帮助人家 慢慢慢慢大概 结果后来因为没有练书 那时候在乡下 那时候我练到初欧就没有练 因为这个制服啊 有那个省力宜中 是 在走在街上 人家就有点 比较刮目相当 因为在我们的村庄 其实生活中很少 尤其我们那个村庄 过去他们没有省力宜中 所以 后来就是又激薄一点 然后 这个喜欢听大人在聊天啊 然后大概对公共事务 尤其像我妈妈 因为她是女性 要买卖就叫我 虽然十几岁 买卖就叫我去卖 收费的钱 然后 这个村民大会 就叫我去 大概因为这样 因为 这个家里的很多事情 虽然十几岁 就骑脚啊车去处理 尤其村里面大会去参加 大概这个 订阅 ^^ Judith